大家好 我是Philip 今天當然是找Karina試試跳舞 或者認人樣的效果是怎樣 今天辛苦你了 要跳這麼多次 因為你無論拍片 拍照都要試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看看它這麼漂亮的舞蹈 現在我們就開始做測試了 首先會先測試Z9 4K 8耳格 我用了智雲的ViewView2 回答Etymos的Ninja 錄輯Info畫面給大家看看效果 Valet as a color cream 其實第一件事 我很有趣的 就不是看到它的對照線 其實我試的當時覺得 D-Lighting 又比以前進步了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像我們的逆光拍攝 即是我們做不到補光效果的時候 機身的性能就很重要 所以當時我開了D-Lighting Plus 令Picture Control 開了人像模式 那樣的效果真的不錯 就算我不做任何調色 我覺得都非常滿意 當然大家會看到剛才它的對焦 其實都會咬得很實 當它轉身的時候 其實對於武道有伏手轉身 其實對伏機的對焦是很大的考驗 以前來說 轉對焦對已經很容易掉落 這次就非常滿意 而這次Z9 因為可以來錄N-Log 很多朋友都會想知道效果 另外就是N-Log 本身是好用的 但為什麼我會比較少用呢 是因為人像模式加D-Lighting 實在是太好用的關係 所以如果是在於一些 我沒有需要那麼大量 或者那麼重調色 或者調色空間要太大的時候 我可能直接會拍一個人像模式加D-Lighting 然後如果我是需要拍多一點的顏色 或者是要發揮大一點的時候 或者是重手一點 就可能會用N-Log 甚至乎我們會拍Raw 但是因為後期的工作 會處理得比較多一點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選擇 拍原色又或者拍N-Log 又或者拍Raw 你三種不同的模式應付不同的情況 剛才是用了一支14-30G 做了一些Shot 會用四光圈 可能有些朋友都會說 四光圈可能它跟風都還可以的 我馬上拿一支1.8的光圈鏡頭 就是這個21.8 讓大家看看它的追焦效果 其實又不可以說100%是咬得中的 因為剪1.8光圈 始終有些很大動作的話 其實都可能會有少少會歪了 但是在嘴我的標準來說 是完全收穫了 因為你看到 其實它在它旋轉的動作 或者一隻手可以觸到頭部 眼部的時候 其實它的對焦 其實是會追得比較緊的 然後我就會試一支 51.2的鏡頭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它的對焦特性就是 它優先是眼 如果認不到眼是頭 如果頭部就不可以 就是新的 所以在不同的情況 它儘量在AI深度學習裏 就會將物體儘量找出來 也就算我現在用的 51.2 鏡頭 其實它的對焦 我覺得十分收貨 因為自用對焦 其實真的很害怕 這個情況 而這次Z9 因為可以去到32000塊門 當然它是一個電子快門 32000塊門 當時用了64 ISO 因為它最低是可以下小 另外就是可以再擴展 當然 影片只是去到64 另外就是 它可以快一點 所以完全不用加ND 有些朋友說 這麽快的快門 會否對影片有影響呢 其實我覺得 你會先知道快門 和影片的關係 當然慢快門 會有Motion Bird 一般人會覺得 比較習慣 流暢一點 因為一向拍片 通常都會是Motion Bird 較多的影片 但現在 我現在想表達 相機的Sharpless 即它是Sharp一點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所以快快門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在這個情況下 所以如果你不是要跟同一個標準 的話 你純粹做自己的創作 只要知道 你所需要表達的東西 是否就可以了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否留意到 其實我換了眼鏡呢 最近 蔡司留意到我 原來一直以來有困擾 就是 我的眼睛 看近遠的東西 是有問題的 為什麽呢? 就是我上了一副眼鏡 我配的時候 因為視光師說 因為我的情況 如果配足度數 就會看遠的東西是OK 因為近的東西是OK 是一樣的 我為了工作 我配了褲 近的東西是OK 遠的東西不太看到 很猛的 又不足度數 這樣才OK 但這東西很困擾我 當然日常生活 所以 在蔡司聽到我的苦惱之後 就告訴我 原來是我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蔡司配給我 就是全新的SmartLive 鏡片 它有多焦點對焦功能 就是清晰區域更廣闊 在鏡片周圍 亦可以有很清晰顯示 就像鏡頭一樣 邊緣效果都非常好 另外轉換焦點和焦距時 就更舒適 就像相機對焦一樣 更快更舒服 它有彈光 Digital 和漸進系列 適合不同年營的人士需要 像我這樣 經常性接觸電子產品 當然要Digital系列 它可以有防UV功能 有UV400的效果 另外它可以防藍光 可以阻隔 高達40%的有害藍光 減低50%的數碼藍光反射 它就將納米銀利子技術 加入鏡片導播中 所以可以殺滅99.9%的 病毒和細菌 如果你對Toyce的SmartLive 鏡片有興趣 你也可以上去Facebook 看看 真是很感謝這次 幫我配這副眼鏡的 Trainhut Degree Passo 也很感謝它解決了 我這麼多年來的疑惑 也覺得它對眼鏡很熱誠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它店裡看看 最重要的是 眼鏡也要戴 購買鏡頭也要 價錢 每天都要用 不是拍攝相機拍攝才會用 如果你覺得這個產品真的適合你 而你有買了的產品 記得去Discretion 在連結 填上公公 form 上載收據 就可以隨機獲賞 賽斯鏡片的清潔產品一份 準備 1 2 3 說了一大堆東西 還在說影片 當然很多朋友都會想看照片 當然跳舞 當然是這麼快速的東西 我試了一兩樣東西給大家看 就是120張和20張的RAW 其實在照片的對焦中 我會發覺拍照的時候 可能它的處理比較少 它的對焦比Vidoo Mode更好 想的對焦比Vidoo Mode更好 就是這個 也不是第一次出現的 當然這個 我也希望日後 Vidoo Mode更加強大 當然也夠用 但是很明顯 拍照的時候 它的對焦是厲害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無論它轉身 無論它跳起 我純粹相信 我只會選擇一些 我喜歡的動作 其實是方便的 變成 剛剛跳完 還有大輪舞 不用跳太多次 就可以得到 我比較滿意的照片 這就是連拍和機 可靠性高的時候 就可以做得到 我想問一下 如果連拍這麼快 在年輕的時候 對你們跳舞有沒有幫助 拍出來的照片 有 因為它的過程 可以每一下都看得到 即使我們自己看不到 自己做成怎樣 都可以看到過程的細節位 還有可以轉或跳 都可以探索到最好的拍 其實這樣也好 其實也是 我覺得連拍快 它就算不是120張 20張都足夠 但120張的時候 其實像素都足夠你們 一般用 其實我看它放大 其實都可以的 都是的 其實有些動作 我看到你剛才看照片 剛才看照片 都會知道自己的動作 再撿 很好 然後我們換了衣服 去試一下另一種舞蹈 這個鏡頭挺有趣的 我們從背部開始 大家會看到 它是認出背部開始咬 當它轉身的時候 就馬上打開人樣子和眼睛 這件事在設計來說 就算是第一次感受到 這麼好的對焦 這件事對於我們拍攝 又是很大的幫助 這件事對於我們拍攝 也是很大的幫助 因為它始終場地是公眾地方 跳的時候 沒有播放音樂 Karina也挺厲害的 她也可以自己跳到 音樂是我自己後期選擇的 跟它完全沒有關係 大家留意一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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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我試試一下 難度升級 我手放手機 用這2-4-7-8WZoom鏡 嘗試一下 不停的前前後後 和它一起動 這方面在考驗Z9的對焦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效果 跟我的天使打 Hangle at me, I knew what I asked me Ask a favor, what I said, I'll tell you guys me Ready, I ain't take a risk, but what I'll go And asking how good I'm a signing on the city lights I just thought around me, but look I got it right 言談監獄,Karina原來平時都出去跟炮仔會拍照 不如即刻等他跟我們拍一些靜態的照片 試一試給大家看看 當然沒有剛才動態的時候 對部機那麼大考驗 但是都可以大家看看照片吧 你會發覺有時我會專門剪掉一些 都還未靠好圖 都還未對好焦的時候 即是還未按對焦的時候的Ninja Info畫面 其實給大家看看 就算他很可愛 他就算還未完全對好 或者我根本還未看到那個機 其實他已經全程幫我去找 當我一按的時候 已經是到了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又是新世代機 他的AI能力強的時候 會給到一個很方便攝影師的工具 從來這些工具都是工具 令到我們創作更方便 我們專心自己的構圖 自己的影像 其他就交給部機信任他 自然輕鬆地 就可以專注自己的影像創作 我們會不會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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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天試機拍了很多Carena的跳舞照片 我又不想浪費了 不如放出來讓大家長一點看看吧 當然我們先試了8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於我自己的立場 其實相機和視頻的街線越來越模糊 我覺得沒所謂的 因為始終哪件事能幫助我做那件工作 或者是創作才是最重要的 哪件事能做到 哪件事能令我簡單做到 又或者成本 所有考慮 是更加容易做到的 當然就會選擇那件事 而我選擇Nikon 一來因為它的拍攝顏色又漂亮 容易調整 在我方面當然是 我覺得它容易調整 容易控制 又有自動對焦 而現在Z9更加可靠度 增加增加 亦有破格的影片規格 有8K 之後還有8K的60W 雖然現在未有 但未來它更新有的話 也是一件大事 當然它現在的相機 對於我來說 其實對於一般用相機拍攝的朋友 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但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太在意這件事 最重要是它能做到我那件事 而有需要的朋友 當然你拍片 可能不是你的主頁 但在你買了這部相機 或者是新的模範之後 對於你的創作 可能又會多了一個面貌 因為始終這個世代 除了相片 即是V度的創作 都是越來越重要 所以在廠商方面 其實在於在相片的進化之外 V度的進化也會更加積極 能夠更加積極 你可以改善 我只能改善 都不會改善 如果你願意 你不能改善 我已經改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